为什么就是说一个男生要劝 就要喜欢一个坐台的女朋友呢 就是男的真的是有那个爱好 就是说劝封城女子从凉吗 是吧 拉良家妇女下水 劝封城女子从凉 是这样吧 因为你们高尚 不是只是因为好看 就是说我上次看了一个大V写的那个文章 长微博 我才知道那个上海有个浅身会所 也是有特殊服务的 我以前有个朋友老去那边做SPA 我还以为他就是单纯的SPA呢 结果还有这个原因 谢谢那个大V的曝光 就是说有些有些他就是那个泡澡的地方嘛 有些就是单纯泡澡 哪个店 是 我其实没去过浅身 那儿消费比较贵 我心想你凭什么消费这么贵 现在才明白 震惊 你朋友 你老公 你男朋友 每个半个月 攒点钱 揣着药去浅身 其实都是去搞社区工作去了 劝小姐从凉 背后的原因很暖心 以前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 我说浅身这个名字一听就不正经 他说你错了 最不正经的名字 才是最正经的地方 就好像最危险的地方 是最安全的地方一样 你想想 他叫这么不正经的地方 别人会不去查他吗 那他肯定特别正经 我想 这一层没想到 后来还是我天真了 背后的原因 让人暖心 说你们去 为什么喜欢去劝人家从凉呢 进去四十五分钟 四十分钟都在跟人家做思想工作 说你 你了不了解人生吗 你了解人生啊 你了不了解我的人生吗 你了解呀 我老婆都不了解我 你了解我呀 你又好了解我吗 你了解我的痛苦不吗 男人嘛 男人嘛 极大痛苦 怎么说来着 叫怀才不遇 中联不举 领导不看重 老婆不理解 孩子不争气 我跟你说上回我不是跟你们说了一种药吗 然后 然后很扯 我跟你说 有个朋友 有个网友 就是我在我上回直播的那个下面 就问 发发说的 那个药是什么呀 我没有说清楚吗 我就哼哼哼 然后他就到处 在那些那边留评论 说发发说那个药是什么药啊 当时我就笑了我说有句话的叫什么声音 ignorance is blessed 我不知道我这个乡村英语发对不对 就说无知是福啊 孩子 你知道这个这句台词曾经出现在一个很有名的电影里面 叫做黑客帝国 ignorance is blessed 黑客帝国说你生活在一个虚伪的世界里嘛 这有两片药 你选哪片药呢 一片是蓝色的药丸 一片是红色的 蓝色的药丸 可以让你逃避现实 回到那个虚假的世界里 红色的药丸能让你 亲自看看这个世界的残酷 你们选哪个 哪个颜色 据说现在还有金色的是吧 就是金色传说 国人嘛 就喜欢金色的东西 铁马金歌入梦来 想起那个 就是那首诗还可以改编一下 叫什么 江沃孤村 不自哀 上司为国生二胎 下一句什么来 夜兰沃听风吹雨 铁马金歌入梦来 听懂掌声 我知道是冰河啦 而且我还在 我在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叫金歌呢 后来我去查了一两人 你知道吗 你看一下啊 诶 怎么还是我的美照 就是说 古代上的 历史里面 这个是 这个武器叫做鸽 所以 其实我觉得 大家就是买过黄金的都知道 纯度越高的黄金 其实是 不是 就是有一点soft的 就Microsoft 建议下一回 开发一个叫 钻歌的 或者说 去一半叫赞歌 赞歌式 听着这些牛 一下就把那个 信金的给给打下马来 觉得你们男同志还是挺辛苦的 而且你如果说 叫钻歌的话 钻石的钻嘛 钻石大家都知道 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 然后你把那个 钻歌的钻 旁边那个金字旁去掉 然后变成一个战 就是 就是 占领敌国那个战 然后再配上一个鸽子 就是战 就不说话 就是战 决战 我这是个启蒙大师 你们就是不懂 也挺好的 我觉得还不懂的 有些是装不懂 有些是真不懂 我觉得很好笑的 就是说 上回不是 刚才讲了吗 有人不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药 然后他就在评论区 问别人 就是有没有好些人 跟我说一下 发发说的什么药 然后有人就给他打拼音 就 W-A-N-A-I-K-E 然后那个 那个问问题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就以为别人是在骂他 然后他又回了他 就是经典的那个 四字成语 他说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么生气 他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给你们找出来了 看一下 就别说我编弹幕呢 这里人在哪呢 那就这里 这个Superstar 前面单词不会念 我老实承认 Superstar说聊的要是什么呀 然后他问了一个 一个 一看ID就很懂的 吵架我不行 调唱第一名 他问对人了是吗 他说 他姐视频开头说的 那个是啥药啊 然后另外一个叫 小姐姐来说 然后这个人就是 怎么叫反咬一口 说你 我搞不懂 这是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然后这边 回他说 叫蓝色小药丸 然后就说 谢谢你 孤儿 这是什么奇妙的互动啊 真的 你们怎么了 你们男人 是 怎么就 那道起来了呢 人家好心告诉你 你怎么骂人呢 看着我 愣一愣一愣的 你们这样 就是力气太重了 我其实特别希望 今天 也不是今天了 就是大家都能够和平一点 别闻了 我只是听说 你真的能够和平洋 现在 我只是听说 你真的就听说 你真的不能够和平洋 我只能够和平洋 我只是听说